很多粉丝问我这个井盖怎么画 今天我来教你们画一下 咱们先画它的圆 一个圆就画出来了 画它的厚度,让开 我不和你玩 画这个井的厚度 还有下面的底刺 一个橢圆形的 还有上面这个 边缘的厚度 这个厚度 这是外面的铁框 下面是它的底刺 现在我们在这画一个井盖 井盖差不多这么大就行了 我们现在画一下 也是一个圆 把它的形状都画完以后 用肉色给它把铁的地方 都用肉色给它涂一下 搅匀一些 但是这样很简单 然后用这块布 把颜色给它抹匀一些 要不然你看 就这儿花花的不好看 所以咱们用这个布子抹一下 以前我都是用手抹的 太疼了 所以我换布子了 有些没画上的地方 再加深一下 好顺便 顺便把这个井盖画一下 也是这个颜色 颜色都涂完以后 我们也是用这块布 把铁锅给它擦一下 给它抹匀 跟抹粉底似的抹匀 不要卡粉 肉色画完以后 它的颜色太纯了 所以我们用黑色 稍微往下压压到它的纯度 这样把铁锈的感觉稍微画一下 这样把铁锈的感觉稍微画一下 这个就用手随便抹一下 看完以后咱们把它的边缘厚度稍微画一下 这种轻轻的画一下 这种轻轻的感觉就出来了 把外面这个边描一下 就快没了 好 它里面这还有一个厚度 再画一下 它画完以后 我们在里面给它画一下重颜色 随便摩擦一下就行了 这种就感觉出来了 也经历了很多年了 这个顶盖 把它用肉色 稍微摩擦一下 挺秀的感觉 现在我们用白色 把它的亮部 这种画一下 看就这样一圈 好 这块也是亮部 也是一圈 绕一圈 然后我们把它的底段给它涂黑 下面几色画完以后 我们把它的厚度画一下 这个顶盖的厚度 这个我画一下 上面颜色重一些 然后往下颜色越来越浅 然后就这样画下来了 然后再用肉色 把它铁的感觉画一下 再用白色 把它的亮部画一下 再用白色 把它的亮部画一下 看 这边都画完以后 我们可以把里面画下 里面的话 也是 沿着边缘的地方 颜色重一些 往下颜色越来越浅 然后就这样画下来了 到下面的时候 我们就不画了 然后用肉色 把它把空的地方 这种轻轻的蹭一下 同样也用白色 把边缘下面画一下 好 现在我们再用这个颜色 给它过渡一下 然后把该加重的地方 这种稍微描一下 好了以后 我们开始把这个盖子画一下 盖子也是 先把它的亮度往下压一压 它在这差不多 我们这种压一下 这个就用手抹一下 因为我肚子找不到了 用手抹一下 抹匀 抹匀以后 我们开始在上面给它画画纹了 我先画一个圆圈 一个小小的圆 再把它的厚度画一下 这么厚就差不多了 把这些边缘再描一下 中间我们也是 给它画一个 这花纹 咱们想画什么 就画什么样的花纹 都可以 然后我们用白色 把它的亮部稍微画一下 轻轻的画一下就可以了 再把它的暗部里面 这边稍微画一下 这边稍微暗一些 上面这一圈稍微画一下 里面也是 这边稍微暗一些 这边稍微暗一些 然后 我们在里面稍微蹭一下 再用白色 把它的亮部画一下 还有这外面一圈 画完以后 我们可以在上面画上一种网状的格子 我先给它分开 分成四块 好 分完以后 里面稍微画一下 好 现在我们开始画它的格子 一块一块给它画出来 看我这种斜着交叉下来呢 把这边也是 这边也是 我们都给它画出来 都是菱形的 画完以后 我们在上面把每块格子上面的亮部画一下 这种随意的画 不用太精致 再用白色 看一下 还有这上面的亮部 这是它的格子 画完以后 我们在上面 给它画上圆圈 这样污水就会从洞里面流下去 画一排 然后把不明显的地方 这个洞有点大了 然后画完洞以后 我们把每个洞的上面 用白色这种画一下 它这个亮部 画完以后 咱们就开始画它的影子了 你看这个井盖 压到这个上面 所以在下面 稍微再一点点的影子 但是不要太多 这种稍微画一下 然后下面就开始它的影子 影子离这个盖子的地方重一些 然后往下 颜色越来越浅 像这样随意化 很简单 还有这边也是 用手抹一下 让它和地面的颜色 融合到一起 好了 那这个井盖画完了 你们感觉怎么样 要是感觉还可以的话 在屏幕上报告点一下 刚才咱们每个步骤都交给你们了 你们可以在纸上自己画一下 练习一下 现在咱们等下那只狗 看看狗看到这个井盖 会有什么反应 好 好了 现在咱们把这个地清洗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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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